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了原住民的傳統服飾射箭 就更加有儀式感 經過老師的示範 要來到比賽的時刻 這是原住民做的功 所以它沒有盡心 所以大家用這個功的時候 就要透過不斷的練習 才可以找到 我知道箭會向上飛還是向下飛 然後才知道 原來我現在這個位置 它是會去哪個位置 你可以練很多次 但是我們要一次定生死 贏了的話, 今晚可以吹暖氣 一分就是你射到腳 如果射到最高分10分 就是今晚就是贏的 好 選一個自己比較有把握的箭牌 天選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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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6分 你不錯… 很高分 緊張 今晚有我的暖氣 就是有這一箭 下皇上 帥氣一點 對 小心 一定是向10分進發 目標是10分 沒有分數 我贏了 阻鈴的眼睛沒有碰到我 運動之後 最重要的晚餐時刻 當然不能放過 快點進去山裡吃海綠大餐吧 我們要吃晚餐了 超豪華的啦 今晚我點了兩人的豪華海綠套餐 又有水裡的, 又有地上的 這個黃色的就是薑黃飯 老闆, 特製的 所以裡面除了有薑黃之外 還有少許黑胡椒調味 我們現在準備要吃的火鍋湯底 就是柴魚昆布湯 它已經脫殼了 是嗎 很嫩… 嘴巴是花開嗎 而且它的肉味不會太濃 有時候牛肉太肥 它就會吃得很膩 它吃不到太便宜 剛好呢 吃完它 超喜歡 夏天冬天我都喜歡 我都要吃火鍋 台灣人一年四季都要吃火鍋 我現在嘗一下火鍋湯 很棒 我們這次簡直是奢侈之旅 又住這麼大的帳篷 還要打麻梨之外 還要有得吃這個龍蝦 還沒想到 我現在嘗嘗一下 有得吃這個龍蝦 因為它是澳洲游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越陽過海的海水味 你會感覺到 好像在海裡游水一樣 怎麼樣 很好吃 很好吃 很新鮮的感覺 很棒 這個小朋友冒著海鮮過敏的危險 偷吃了一塊龍蝦 就知道這個很吸引 在那裡會透過營火晚輩 它圍著那裡燒鹽白糖 天啊 這裡有太多地方可以吃東西了吧 我從早上吃到晚上 周圍都有得吃 這裡我們就是一泊多吃 又有夜晚又有餡茶 明天還有早餐 很棒